畫面中的無人機考照練習場 是2021年由當時的宜蘭市長江聰元 和四河釣友協會催生之下 在宜蘭河濱公園創立 同時也成功幫助一百多名會員 順利通過無人機考試 你要合法操作安全 他一定要有證照 因為證照是民航機他在核准的 你沒有這些 當然你在安全使用 不是只有證照而已 你還要社團環去把你申請揮揚活動 你還有那個無人機的上面的QR Code 那等於他的汽車那個牌照 意思是一樣的 他身份認證 有了這些加起來之後 那才是完全整個過程 他這全部就是 就是和 才叫做完整的 有完整性 這些都要經過民航局 他那個經過學科 數 兩次的數科 他有分成普通級跟高級的 這樣去考試 那最後才是 你才是可以合法使用 適合調有協會 執行長盧文通指出 這個無人機練習場 是國內唯一公家 而且免收費的場地 不過只在週一到週五開放練習 週六和週日禁止飛行 但是有許多上班族和公務員 只能在假日時間來練習 因此希望相關單位協助解套 開放假日提供練習 以實際的行動支持無人機的發展 可是你公務人員 或是有些人要上班 他只能利用假日來這邊練 會想說這裡把他解禁 因為說他有那個地利之變 他在市區 而且這裡風景宜人不錯 空氣也不錯 而且重點來了 這裡是民航局他們來這邊 他們相關的無人機的官員 他有來這邊看過 他這裡是李民宅有300公尺元 我們也都會約束一些飛 盡量大家在做這個無人機 飛行操作的時候 盡量低調一點 我們這邊附近跟居民 他們都處得不錯 他們偶爾隨便過來 都會幫我們打氣加油 目前因為其實這無人機 現在就是比較夯的那種 一種高科技的東西 他也認為說真的 年輕人要學這些東西 雖然我年紀也比較大一點 但我要做一些示範來帶 因為年輕人他們不曉得 怎麼去跟政府接洽 我們協會就做這種事情 然後當然就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希望我們就政府大家有關單位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不管哪一個黨派 他們都聽到我的聲音了 適合釣友協會日前 也在這個場地辦理 無人機操控研習 以及特技表演 除了進行無人機考照示範 同時也邀請新北市急難救援學會的教官 帶來精彩刺激的直升機特技表演 讓與會民眾來欣賞 藝人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